我们讲一下孟加拉大暴动了 过去一两个星期 我相信大家都有关注到这个新闻了 孟加拉其实今年才举行大选 今年有很多国家举行大选 有人做出统计大概70%的国家都举行选举 包括印度 印度已经选举了 包括英国 英国也换政府了 然后很多很多国家 那我就不一一去算 其实孟加拉也是一个大国 孟加拉只是比较穷一点 他今年一月才举行选举 然后国父的女儿再一次取得连任 他的第五任期赢了这一个选举 一月的时候举行选举 所以他赢了 而且是压倒性的胜利 他赢了之后 那六月的时候就开始发生示威暴动 开头是示威 这个示威是由大学生 由学生运动所发起的 你看大多数国家的这些社会运动 都是靠大学生 因为大学生是社会的良知 如果大学生 你想年轻人都没有冲进 这个社会是完了 年轻人都没有良心 这个社会就完了 所以大学生是社会的眼睛 时代的良知 北大校长蔡元培所讲的 所以像六四事件也好 像五四运动也好 都是大学生先发起 包括光州事件 韩国的光州事件 当时独裁政府 发起推翻独裁政府的 也是大学生 那这一次也是一样 六月孟加拉的大学生 尤其是达卡 达卡就是孟加拉的首都 就像我们的Kuala Lumpur这样 他的达卡大学 就像我们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 最好的大学 他的大学生就号召全国人民上街示威 那他们示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是因为孟加拉 其实一直以来有一个故打字 很多人不知道跟马来西亚一模一样 所以我刚才在讲这个讲题之前 就跟大家讲其实跟马来西亚有一点类似就是孟加拉 其实是有故打字的 他的故打字是收公务员 我们的故打字没有公务员没有故打字 在马来西亚 嘴巴讲没有 但事实上录取是有的 这个故打字不是明文规定 而是放在这些官员的心里 他在收声的时候 收这些新的公务员就会根据种植来分配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不管在警队 不管在军队 还是在公务员都有 这个是事实来的 大家不要闭起眼睛 看不到这个事实就以为没有发生 马来西亚公务员没有名文 但是有暗藏的这种国打 但是马来西亚的大学 是有国打 明目张胆的国打 我们的上市公司 是有明目张胆的国打 我们的土地 是有明目张胆的国打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那孟加拉的情况是 他的公务员 是有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国打 这个国打是1970年代设立的 他的国打是什么 我特地把他这个比例放出来给大家看 我来不及截图 就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其实孟加拉的公务员 56%是国打的 这些是不开放的 只有44%是开放 平民老百姓 普通人去申请 56%是谁 30%是给一个自由战士 所谓的自由战士 跟他们的后代 就是你爸爸是自由战士 那你可以填补这个国打 去当公务员 自由战士是什么 很多人会问 自由战士其实就是 孟加拉要独立的时候 他以前叫东巴基斯坦 东还是西巴基斯坦 我忘记了 好像是东 他那时还没有独立 他是巴基斯坦底下的 一个省这样子 然后他要独立 他就跟巴基斯坦打仗 孟加拉就获得印度的支持 因为巴基斯坦也是从印度分割出来的 这个历史我有机会跟大家讲 所以印度是很讨厌巴基斯坦 你是从我这边独立出去的 那现在孟加拉要从巴基斯坦那边独立出来 印度就去帮孟加拉 所以孟加拉跟巴基斯坦打仗 在印度的帮助之下他打赢了 然后就独立 所以当时的政府就是现在的首相的父亲 他是孟加拉的国父 引领打赢这个独立战争 他就定下所有当时参与战争的战士士兵 你就是叫自由战士 为孟加拉自由而战的战士 所以你是战士 我们政府世世代代给你一个quota 你有30%的比例可以进入政府机构 只要你是自由战士或自由战士的后代 有30%的比例 那其他就是那些比较欠发展 比较落后的区域有10%的quota 女性有10%的quota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有5%的quota 然后身心障碍的人士有1%的quota 所以他的quota总共56% 剩下44%才是开放给普通人 这一个规矩实行了大概40多50年 一直以来都没有问题 直到2018年的大选 就是上一届孟加拉的选举 在那一场选举之后 就发生了跟现在六七月一模一样的事情 当时的大学生 因为孟加拉的经济很糟糕 你大学生一毕业又失业 我要去当公务员 铁饭碗 你又有56%的quota 给你们自由战士 给这些人 刚才我提到的人 所以在2018年 这些大学生就发起示威 发起游行 当时的政府也是同一个首相 他就出来在一连串的活动之后 一连串的示威之后 他选择让步 选择退步 我们就撤销这一个quota 所以这个实行40多年的quota 从1970年代到2018年都实行的 在2018年就取消掉了 也是因为学生运动 也是因为社会运动 那现在为什么又会吵起来呢 原因就是 今年这个政府赢了之后 现在的首相叫什么名字 Kishina 好像叫Kishina 我看我有没有说错他的名字 现在的首相 他赢了第五届任期 他的第五任 现在他连续做首相 做了20多年了 他要进入第五任任期了 他就一月赢得选举之后 他就宣布我要恢复固打字 在2018年已经 因为学生的压力 社会运动的压力 他选择取消了这一个固打字 他很不爽 他是不想取消的 因为他自己就是国父 他就是这个自由战士 光荣战士的后代 所以他不想取消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官二代 官二代的不想取消 他是迫于压力之下取消 所以他在进入第五任任期 而且他是大胜的情况之下 他觉得这些人不用管他 这些反对的人 所以他重新推行这个固打字 那一宣布重新推行这个固打字 大学生就不满了 都已经取消了 六年来都相安无事 而且这是公平的 固打字都是不公平的 你固打字就意味着 不符合资格的人 因为我要填满 quota 我也给你进来 所以一定有不符合 quality比较低的人进来 像metrics也是一样 这是必然的情况 所以是不公平的情况 优秀的人进不了 不优秀的人 比较差的人却可以进去 只是因为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所以大学生不能接受 打卡的大学生又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示威 那这一次示威 政府的立场就摆到很硬很稳 我绝对不要退让 那你大学生在那边 吵在那边 号召几十万人上街 我就强力的镇压 格杀无论的镇压 所以孟加拉政府 出动警察 出动军队去镇压这个学生运动 到现在已经死了170多人 几千人受伤 3000多人 详细的数据大家自己去看 3000多人受伤 170多人死亡 513事件官方资料才196人死亡 你看一下有多么的严重 然后被警察逮捕的人 2500人 2580多人 所以政府完全不退让 然后用这种血腥镇压的方式 想要大学生退让 那年轻人有血性 有热血 所以国家的进步要靠年轻人去推动 当然也不让步 明明是你错的 你还要暴力来镇压我 你这个政府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们站到很前面 所以造成死伤惨重 这个事情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宪法法庭就出来了 孟加拉的最高法庭 他为了平息这个怒火 现在是一个死结 双方都不要退步 政府也不退步 学生也不退步 那宪法法庭就出来 他觉得 他就做出了一个宣判 说这个顾打制是不正确的 违反法律 违反宪法的 他重新诠释相关的法律 然后把93% 本来是56对44 56是quarter 44是自由 那他现在把这个比例调低 变成93vs7 93是自由的 只有7% 留给顾打制 那这7% 其实5%是留给这些自由战士的子女 自由战士的后代 从30%变成5% 1%留给少数民族 minority etniks 1%留给残障人士 所以只剩7% 这个是21号法庭 孟加拉大法庭做出的决定 这个决定出来 学生运动组织就觉得我们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但是我们还不认为这是完整的胜利了 所以他们在23号 今天是25号 也就是两天前 23号这些大学生决定我们先休战两个礼拜 给政府冷静 给我们的人民冷静 因为死伤太过惨重了 已死了100多人 受伤几千人 被逮捕了2500人 连他们的学生运动领袖也被抓起来 这个新闻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所以他们决定休战两天 所以这两天孟加拉是平静的 从明天开始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现在孟加拉的情况 他的固打已经从56对44变成97到3 但是学生他们有说了 我们冷静两天我们还会回来的 因为我们要求的是回到2018年的情况 废除这一个错误的固打字 所以这个是孟加拉的情况 很多人并不知道 孟加拉的这个情况 你问我的看法 我把前因后果事情的发生 详细的讲解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自己要看更仔细更详细 可以自己去找新闻 我刚才讲解已经有一个大致的轮挫 这一个课题我的看法是什么 很明显是政府 这个国父的女儿Kisina 我不知道我已经讲错她的名字了 这种鸟人我不去记她的名字 她是国父的女儿 她以前也是反对党 也是受到对付的 以前孟加拉是另外一个执政党执政 然后在Kisina的政党 她是做反对党也受到各种打压 然后后来她执政了 一执政到现在 她执政了一届又被拉下来 然后又连续执政了四届 大家可以去看孟加拉的选举律师了 她本来也是改革派 她上位了之后 你看现在已经跟人民渐行渐远 只要动到她的利益 动到她的蛋糕 她就把你打为敌人 就算杀你 没有问题 把人命不当人命 而且是国家未来的 动良大学生的人命 所以这件事情很明显 是政府罔顾民意 而且这是一个跟时代脱节的政策 顾打这是完全错误的东西 你可以保障穷人 保障少数民族 保障这个偏眼地区的人 因为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高 他们要发达的机会 他们要得到教育的机会是很少的 跟城市的人比 你可以保留一点给他们 但是你这个是用血缘来保留 高达30% 是因为你是谁的儿子 你就可以享受 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 就像你用肤色 肤色也是一个血缘 你说你是马来人 是因为你有马来人的血缘 你说你是华人 是因为你有华人的血缘 这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血缘并不能界定你厉不厉害 少数民族偏远地方 我们他也是间级血缘 但是我们这个是要俘弱政策 你那个并不是俘弱 这是一个特权 我们现代的社会 是要人人平等的 所以这些特权应该完全的消失 那这一个政府 我刚才说的Kishina 我不能没有说错他的名字 这种鸟人 不用记他的名字 在这件事情之上 很明显罔顾了民意 然后他因为执政久了 他觉得人民支持我是雷打不动 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他腐化了 这就是我一直分享给大家 说任何的政治人物 像这个国父的女儿 本来形象很好的 都会因为利益 都会因为执政太久而转变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所以千万不要去送赞政治人物 去把他们当神败 其实他比你我还要低下 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要俯视政治人物 往低下看 因为他比我们低下 他是拿我们的钱去做事 你做好 做对是应当的 你做不好 你就不要滚 你要有突破要改革 那才是给你赞 是如此不是因为你厉害你可以做政治人物 是我们人民给你授权 所以这位Kishina 他肯定是忘记了这一点 然后他要推回他父亲所执行的这个政策 罔顾了民意 他觉得他很强 我都寻求第五届任期了 第五任的任期了 谁可以像我做这么久 孟加拉历史上从来没有 所以他觉得他大权宅 他罔顾民意 所以做出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 我忘记共产党里面的谁 忘记的是国民党 国民党其实以前也有杀大学生 有一位将军直接说杀大学生是很严重的事情 会上史书会永远被铭记的 好像是武士运动的时候 这个详细要去问一下 但他还去杀 结果真的你看国民党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当然有人讲八九六四了 八九六四现在还没有把共产党拉下来 但是我告诉你 天道巡回一定会有的 天道轮回一定会有 杀大学生 而且是这些有热血追求改革的大学生 是人神共分天理不容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事情之上 我把我的立场撂在这里 我很明显我不会收孟加拉的钱 孟加拉也没有钱给我了 有一说一了 所以这个事件其实是一个国际的大事 你看很多选举我都没有讲 包括印度的选举我也没有讲 英国的选举我没有讲 为什么我优先先讲这件事情 因为涉及了这么多条的人命 而且还涉及了固打字 跟我国也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优先在今天把这个课题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